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应公万应公 一字之差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所在 七月近几多 不要走从庙拜凑神 八字不能随便算 法师不能随便办 阿代是万应公公师的孩子 从小就生活在这 与鬼鬼神圣体交道 甚至还拜了顺天圣母为干妈 左手臂千斤抱起皮肤扯咒 仿佛一直回首 每天都要烧福念经 妈妈说过 这是顺天圣母给他天命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万应公与其他寺庙不同 并不是所有化解许愿都会接受 就比如村里的公主 他总是想要一劳五义 放出起救神明来偿恨女战 阿代的管事老爸 每一次都得好心劝道 让他找份工作慢慢赚钱 可结果却没有得到理解 独鬼狠狠地咒骂着 说万应公是假的 不能有情必应 去万应公化解的那种女人 已经失踪 警方没有查到任何限制 侄女王宇帆 决定用同样的方法找到姑姑 那是她唯一的亲人 不能有任何赏失 姑父经营着一家抬决道馆 王宇帆和阿代等人 都是里面的学员 他们打算在场馆里已经反会 因为阿代知道 去万应公老爸肯定不会同意 姑父没有任何点事 仿佛对妻子的师父已经认命 这一次的法会 有很多人都会参加 目的各有不同 阿代是为了帮助王宇帆 两个人青梅竹马 早就互有好感 就只差同客 拿最后一层窗户铲 办法会求上心 需要审笑 看着老爸不注意的时候 他偷走了家里的顺序圣族 和好朋友小胖 准备返回台阶道馆的时候 看到不远处 有一群穿着白衣服的怪人 他好奇的跟了过去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和小胖打个招呼 这些人都是万应公的信仰 他们双手掐着指掘 举过头顶 面中的奇怪的经文 阿代挤进人群 看着台前跪着一个女人 身心很像王宇帆的姑姑 他正在遭受大法式的鞭打 除此之外 还见到了村子里的姑姑 万应公有着诸多规矩 不许化解 可是这里去来准备 任何要求都能答应 前提是需要存在 王宇帆的法会现场 已经准备妥当 所有人都在等候沈相 时辰已经到了 只有小胖一个人空手边了 他不知道阿代去了哪里 没有沈相就无法化解 在场的所有人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台前到的学员小眼镜 带着一尊沈相走得进来 这沈相蒙着黄布 没办法看见真容 不知道他请来的是哪位上仙 小胖莫名的有些不安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 什么心愿要许 只是单纯的陪伴好朋友 和其他人 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举行反会 将八字点燃 混合着肤水养老 接下来就是要说出心愿 起求上线话 小胖犹豫片刻 没有跟随大家 他怕了 那座诡异的神像 正在流血 对线喝下肤水的小眼镜 也变得和之前很不一样 他的嘴里 发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上前帮弟子化解 我要赢得这一次的资格赛 我要拿到奖金 我上前帮弟子化解 我上前帮弟子化解 我要赢得这一次的资格赛 我要拿到奖金 我上前帮弟子化解 让我离开这里 因为都不用正规了 我上前帮弟子化解 弟子运营 弟子运营 二度上前帮弟子化解 我上前帮弟子化解 我上前帮弟子化解 把我哭哭 希望能够别人回家 我愿意 不管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化完结 小方辈发现没有喝点浮水 从慢慢发了疯似的 突过来想要小心惯劲 关键时刻 阿黛及时赶到 鬼神黛这个时候 其到了资格重要的作用 按住口顶 就能让他们早上昏迷 不至于再继续恐暴 尤其根源 就是那尊来路不明的神像 阿黛让小胖 把身下带回万一宫 给老爸看看 他要想办法 救治王尉弓 此时此刻 姑父也在家里 做着同样的事情 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妻子 无论如何 都要让他回来 阿黛把王尉弓 带回住所 泡进浮水当中 以为这样 就能彻底的解决问题 却没想到 他变得越来越紧重 还刚刚松车 又只能发起攻击 他的身体 被不知名的东西抗护 严厉的指望阿黛 为什么要走管强事 阿黛被暗带身下 情况非常危险 这时候 他妈妈突然出现 喘气不备 勒住了王尉弓的脖子 实战想给重法 将他打击 第二天早上 阿黛被老爸 狠狠地训斥一顿 什么本事都没有 还偷拿神像 去私办法会 出了事 没人能够帮他 想起来 带回来的神像 已经被他封眼控制 但这件事 还远远没有其数 任何人的八字纸 都不能乱烧 虽然阿黛和小鹏 没有这么做 但也被动地参与其中 以后每天晚上 都会万一共接受庇佑 除此之外 老爸还将自己的 呼声欲佩送给阿黛 提醒他 不要再多管闲事 尤其是要离王尉弓远一点 他们命想不合 天生相克 此时的王尉弓 已经回到家里 他们要想到 失踪的姑姑 会真的回来 化解成功了 除了他以外 其余几人 也全都有所收获 学长的愿望 是要晋级抬仙道的比赛 那样就有机会 进入更高学府 离开现在这个地方 学姐对愿望 也差不太出 答应所有人 就能获得奖金 化解前 他并不是王尉弓的对手 可是现在 却可以压倒性的 取得胜利 只不过过程有点诡异 他一边笑 一边震动想求 将王尉弓压在身下 发了风势的挥群暴打 打到昏迷 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在场的人们 赶忙上前将冷静分开 学姐趴在地上 化解成功 但他本身 也是另外一个人的业障 小姐姐在这里 常常遭受霸凌 这一大的心愿 就让学姐去死 放学后 阿代和小胖来到了 王尉弓的姑姑家 想要看看 他的身体好点没有 功夫没有让两人进去 只说他还在休息 看到失踪的姑姑 又重新出现了 阿代莫名的有些不安 临走前 他把脖子上的呼声 玉佩递给姑姑 让他转丢到 王尉弓的手里 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没有玉佩 王尉弓必死无疑 因为化解是需要寒的 法会上的这几个人 谁都不能逃脱 第一个是刀眼界 他被一股力量操控的 搁进处于贵力 等个身体都扭曲变形 而是将生将内 化解了一切丑事 学姐已经先一步死去 他爸爸就是村子里的那种毒蛇 在万云宫也曾做过化学 死亡是早早晚晚的事情 第三个出事的是学长 他拿着匕首 来找王尉弓的姑姑抱着 这一切都与万云宫也关 姑姑早就知道 妻子被困在何处 为了救人 只能答应万云宫的大法师 用假神像当作化解学院的神兵 但是他又不想主动出面 便和学长私下做了交易 学长和学姐是一对情侣 他们俩常行霸凌的劲 逼迫着对方 把假神像拿到返回现场 这样就能得到更多人的生命 作为报偿 万云宫放回姑姑 而姑姑也答应学长 让他进一道 财神道的准赛 可是他没有想到 女朋友会因此而言死 就连自己也遭遇到了 假神像的责任 在临死前 他要拉个垫背 但最终还是满了一步 身体被操控的 用必有割的鲜血分离 他们也接下来 理会 等会 岑上 länger 雑志 един 责任 毅宫 人 Will 事情越闹越大 管事附近让篡与法师的阿呆等人留在万语宫 那顿假身相是另外一个万语宫拿来骗心子的回来 最开始那只是一件小小的土地妙 为了增加相果便提出有求必应 成为了供应妖神的音量 化解的限度越多 妖神的法力越小 让他找到可以降身的肉体就无法阻挡 王与凡的公公走座庙拜祭神 烧过八重 就算回到家也是有空无意度 当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开设法弹 降服妖神 只有这样才能把公公救回来 他现在已经被妖神所复 成为了人们人鬼不鬼的狂犯 来不及了 万语宫的大法师已经过来接人了 王与凡的姑姑就是被妖神选中的肉身 迎着信徒们的声哭 姑姑开始了降身仪式 而王与凡等人也悄悄的跟了过来 只不过他们刚刚几名人群就被发现了 阿呆和小胖被拉扯着拽到一边 姑姑已经运倒在祭祷上面了 妖神要继续脱洗化劫后的债务 参与法会 坟上八重的四个人中已经死了三个 目前就几乎王与凡 被信徒们抓着来到祭祭 看见了被妖神控制的姑姑 他想起了阿呆父母提到过的降身仪式 便主动请愿 让妖神放过公司 可以降身到他的体面 父母早已去世 从小就跟着姑姑一起长大 他实在是不想看到这种结果 妖神答应了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从姑姑带着一家人的八重过来化劫开始 妖已经知道王与凡对死的要求 但是降身不能强势复权 需要心甘情愿 所以才会吃下全靠 姑姑的失踪 法会的化劫 复复在降神线 这一切都是妖神在背后找鬼 现在他终于得逞所欲 成功的进入到王与凡的体内 在场的信徒们非常兴奋 一个个的跪倒在地上 可是他们所有人都将成为忌闭 包括万一公的法师 阿呆从束缚中挣脱出来 见性爱之人变成如此一样 他一边念够惊人 一边施展鬼神 掐着王与凡的脖子 希望可以把妖神从体内逼出 但是他太强看了 这时候阿呆的父母也急匆匆地 赶到现场 他们要协助儿子一起消灭妖神 可如果把他杀死 就会连带着王与凡一起死的 阿呆的关键是个拦中的亲 这是他的命 事生去死也强得有他 说着就推开父母 逐动地抱着王与凡 回首的真实功效 在此刻展现了一遍 不管妖神如何发力 都法争托 火势越来越大 两个人被困在其中 王与凡 要求求你永远 想一想 想看你的梦去 要大天 不要放开风 他们先转你 这部电影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所以起码恐怖画面足够给力 只可惜剧情里面草套 都已经被火烧成这样 阿呆和王与凡还少事没有 不仅如此 最后还非要来个惨战 姑姑没事了 而姑父就偷偷地用其他方式复活孩子 目的就是为了走为第二步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鉄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車则 转发 马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